建立好Ventoy的开机随身碟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一些工具软体的ISO档 比如说我们在Ventoy的词区 我们就放入清除硬碟的ISO 那么WinPE的ISO 那你也可以放入Office或者是微软的WinPE的ISO等等 我们都全部放在这个地方 在Ventoy这个词区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下载Ventoy的布景 我们就可以搜寻Ventoy的Lam 我们点到它的官方首页 这里会介绍我们一个许多布景下载的网址 我们就把它点进来 那我的习惯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评分高的排序 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些评分比较高的这个布景 好来我们随便先选一个 假设这个有一个小人物的比一个占的 那我们就点它的这个下载位置 它这边有一个下载位置 那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 OK下载下来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Ventoy打开来 它里面会有一个Ventoy Proxen这个程式 这个是做设定用的 打开这个程式之后会发现你的随身碟 你的随身碟没有放进去的话 这个时候要赶快放进去 然后再按一个重新整理 那我们按一个Start 它会开一个网页出来 那如果你这边看的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点这里有一个中文的显示 中文的显示 那我们就先在这个全局的控制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英文改成中文的 简体字是CN 那么繁体字是TW 接着我们看一下主题 这边我们就回头我们刚刚下载的 我们刚刚有下载一个新的这个主题 我们就把它解压缩 好 解压缩 这个主题就进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刚刚那个Ventoy的那个词区里面 好 这个词区里面 这里面了 好 我们把刚刚这些复制过来 好 我们把刚刚这些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我们把它丢到Ventoy这里面 那这个名称我如果不需要这么长 我就改变一下 OK 好 那等一下这个路径我们要复制一下 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刚刚这个页面 我们新增一个路径进来 然后它斜线后面这个nam.tst也要打进来 然后按确定 好 那它这边会显示文件存在 那就是正确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菜单别名这里 我们把它点过来 新增一下 像我刚刚我这里面 我是不是放两个ISO工具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制作一个别名 这边这个别名 这个是在H 底下的这个ISO档 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这个ISO我们是清除硬碟的 我们就把它打入清除硬碟 这个有文件存在 这个状态一定要正确 绿色的灯这个 好 那我们再复制 刚刚这一个ISO档 这个ISO档 文件设置别名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ISO名称 我们把它贴上来 那这个是WIN11的PE 好 那我们这两个都OK了 那其他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菜单提示 这个看你要不要做 就跟刚刚雷同 那我是觉得这个别名做一下比较OK 还可以设密码等等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各位介绍 好 那我们这个随身碟做好了之后呢 这个Ventoy的Praxen这个程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离开了 好 那我们改变好的布景呢 用USB开机的这个画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上面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变成我们输入的这个别名了 这不是原本ISO的这个名称了 可以用中文名称来做显示 所以用Ventoy来制作 这个开机的USB呢 非常的方便 还能够轻松地改变 自己要的这个布景 谢谢收看的You